一路向东,蹦涨河三排渠,四排渠,长河在一条路线上 怎么样都能找到钓鱼的地方吧 路过三排渠,下车去看一看 三排渠再放水,水停之后应该不错 高他妈的 哦,挂着了,挂着了 你看那边惊起来 你头上连不来,我都玩,都玩得不好 都玩得不好 你已经到下午了,还能往哪里跑的 像四排渠这种人工河,宽度一样,深度一样 基本没有特殊地形,不是土著也不了解 做哪里其实都差不多 尽量不要做长期有人做的料 各种被投喂,各种被钓,各种脱钩 会感觉鱼比较挑,也比较警惕 如果是在天然水域,则要反观 留意一下桥梁和闸口,还有岛树 这些水面上我们都能看到的障碍区 毕竟水下我们不了解,只能从水面上找一句 如果水草很多,就掉明水,因为草太多会缺氧 草不多,就掉草边 虽说上鱼的理由千千万,不上鱼的理由万万千 在我们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 不能总是让教条和迷信出来跳大神 更应该寻找深层次的原因 选位是野调绕不开的话题 三分调剂,七分调位 这句话放在野调中,没毛病 调位做对了,其他的东西都只是锦上添花 像抛肝,用耳,调不调,这些基本的东西 学习一下,多加练习,通了就通了 唯有选位,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 以后会尽量的结合实际,多说说选位 不一定对,只代表个人的思路和方向 尽动参考,不要抬杠 几天不来,四排区的水又涨了 凝角的势力范围也扩大了不少 本想往里面走,找个没人做的调点 但是雨大地滑,滚到河里有个泳就算少了 于是黑飘还是做了一个靠近扎口的劳调位 别人把坑都挖好了,你不跳就了不见人情了 所有都是大片凝角,就掉中间一小片明水 像这种直边深浅阴阳的人工河 云流边觅食是肯定的,除非经常被打扰 调劲肯定效果好些,至少不会比调远差 黑飘还是用它祖传的3米6 1.2加0.6线组,3号无次海溪 13目芦苇飘,枣盒型 万事不决,尚枣盒 拿笔记一下,考是要考的 挑了6目,先调个3目,后期再调 实在不会调调的东西就照出了画条 前提是要用细尾,不要加粗尾 实在眼神不好看不清,可以买小片尾 黑飘今天的用耳有些变化 煞有介事地把耳盆放在钓椅上仔细地开耳 结果相机忘记按启动键 总发现的时候,耳尿已经变成了一头响一样 躺在盆底了,看来真的是脑子僵致 就好比你为了老大的劲儿搭好了梯子 却发现梯子打错了墙 这里就把配笔打在屏幕上 今天开的略干,因为雨天的耳量总是吸得快 开始方法和手法,而且已经说过 这里就不再赘述 很明显,今天开的龙心龙香 因为连续阴雨降温满,味道大点促进开口 淡奶香精是在某宝上买的食品添加剂 做蛋糕那种,食品加工行业论筋卖 而料厂论客卖 像黑飘这样的家里煤矿,实力不允许大家 只能淘点便宜货来用 黑飘每月打屋,拿什么钓就拿什么钓,一般错不了 在这种不落小杂鱼的钓位,它都只是搓袋,抽窝子 然后搓拉结合来钓 不能是一直拉,这样会把窝子钓得太苦 而且拉耳的量很小,钓着钓着就没鱼了 但是感觉鱼口变慢时就应该搓几根压压节奏 而不是等没鱼了再去捕窝 鱼有鱼的道理,每个钓鱼人都应该懂的 更不要说出我先拉几根拉个窝子这种让人笑着大牙的话 今天一天大雨不停 又坐在斗坡上,相机没地方放 尝试着画身上拍,事实上这个视角完全不行 上个大雨连个水花都没拍到 后面还是想办法改了回去 大雨明天就很忙碌 操我沒裝 操我沒裝 等一下把它扭翻了 再來 再來裝操我 三四斤 慢慢地搞 先把它搞翻 再來裝 一鍋手再來裝操我 好 它煞黏 好 有 有 是 喵 嗯 哈哈哈哈 这是我这人的奇葩的人 在调的那种 碰到那种奇葩的 一个是 一个是钻钩子 一个是来装草 呦 左是钻钩子 左是钻钩子 右是来炒鱼 呦呦呦呦呦呦 拿来装下方 应该装大上方的 应该装大上方的 边往向他要做中国 从小之前 进来 噢 噢 看我笑我 那后来逮一转后来搞不合我 啊 快快快 啊 哇 下去吧 哈哈 可以可以可以 像这种一手拗鱼一手装超网的事儿 黑飘火是第一次干 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比这个大的他干的 甚至双倍拦度的换抄网头他也干 奇葩人做奇葩事 他左手吃干 右手超鱼 装奥沙利文左右开工 那边热火 善工 不要 装酒 友 超纸 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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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